就在百姓调解员疑惑的时候 高书广带着两个孩子进来了 也许是许久未见妈妈的缘故 但即便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 孩子们在妈妈阿霞的面前显得很是拘谨 而作为妈妈的阿霞 面对两个八个月都没见的孩子 却始终不肯伸出手抱抱孩子 这样的情景不禁让百姓调解员觉得有些心痛 你看你儿子的手黑了 这一看就切得小娘的孩子 孩子也没有惹他爸爸也没惹他妈妈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孩子 我见到我会摟摇我的孩子 我感到我当母亲惭愧 我就给孩子说个对不起 是不是 你们现在根本不顾孩子的感受 你们在这儿相互指责相互谩骂 令人庆幸的是 在看到孩子现在的情况之后 作为母亲的阿霞终于流下了眼泪 那么这样的情景又能否动摇 他跟高叔广离婚的念头呢 原来阿霞曾经起诉到法院 希望判决他和高叔广离婚 双方在法庭上还发生了冲突 阿霞被高叔广的嫂子打了几下 对于这件事情 高叔广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分析双方的说法 百姓调解员觉得法庭上的动手 只是一个影子 根本不是阿霞离婚的理由 只有弄清楚阿霞背叛婚姻的真正原因 才能明白他们婚姻问题的根本所在 阿霞说 婚后的八年生活 他的日子一直都过得非常结局 高叔广虽然外出打工 一年到头也没有拿回来多少钱 对于阿霞这样的说法 高叔广并不认同 于是双方在家庭收入的这个问题上 吵了起来 就在他们争吵的时候 作为父母的他们 谁也没有顾及到 坐在旁边的两个孩子的感受 安抚好孩子之后 百姓调解员又再次劝说起两人 结合两人刚才争执的问题 和在高叔广家看到的现状 百姓调解员觉得 如果一个家没有家的感觉 那么是真的留不住人的 去你家了 你家那个现状 确实是留不住人 太破了 我问你们在哪住 你们过 你说在厨房住 我说已经没去中毒了 然后我一看那个破家签的 是一个台子 然后下面是个烧炕的地方 对不对 烧炕的 那床上的东西 我告诉你 真的我感到很触目惊心 你混了九年了 连你妻子连一个像样的辈子都没有 就愿意给你过 你不会隐隐 你知道吧 女人嫁给男人 你是她的依靠 她要靠得住你 你给她遮风挡雨了 对不对 作为丈夫 高叔广固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但是作为妻子阿霞 却不应该因为这些问题 就提出离婚 并背叛婚姻 她现在归类 都归到一块来说 她是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义务 没有给你很好的生活保障 我也提醒她了 但是 你的婚姻可是你选择的呀 是不是这样的 你选择了 但是我们 要一定要不能由着性子来 我爱谁是谁 我大年都走了 那么这个社会不都乱了 那都无序理啊 还有道德了呀 那将来你那一双儿女大了 你也问你的妈妈了 如果孩子道听服说了一些问题 那孩子有办法出门没有了 你们光贵自己 我找幸福 我别人我都不管 这是不负责任的 你知道不知道 面对百姓嫖解员的批评 阿霞沉默不语 就在此时 高叔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想往前走一步 你想干嘛 你说 我想干嘛 我是为了害人 你跟他说 要不害人 你想为了孩子 想干嘛 你再说清楚呀 表达清楚 为了害人 他国内少 应该来 那他这种错误 你能原谅不能原谅 他不能原谅 你自己会不会伤害他 再说 有原谅给那男的跑了 啥啥啥 不会的 就是完全接纳他 是不是 好 他接纳你 你不给他过的理由是什么 一二三说吧 他得拿出 我两个大人 他有的 我能给老大人 不能给你拿 阿霞的理由和态度 让百姓调解员不能接受 可是当百姓调解员提出 和公公面对面 说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 阿霞却又不愿意面对公公 百姓调解员觉得 老人本就没有帮他们 照顾孩子的义务和责任 所以阿霞不能以这个 作为离婚的理由 但阿霞说 他还有另外两个理由 说来说去 阿霞又绕到了高书广 不挣钱的问题上 甚至更直接的说出了 因为家穷 而不愿意再继续生活的话来 百姓调解员觉得 家庭不是高书广一个人的 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和担子 都推给一个人 你这三个理由 我认为 这充当局也都在听着了 不是理由 不能就是说给你离婚 他公公婆婆不给你带孩子 我跟你说 从法律条路上 没有这一条规定 公公婆婆必须给自己的子女带孩子 第二 婚姻法夫妻是平时的关系 你家穷 你应该跟你丈夫协商两个人 怎么样共同致富 怎么样把这个家搞好 你们都这么年轻 有手可以改变 对不对 你这三条理由不能成立 是明白理由 对吧 提出离婚 她竟口出狂言 你不想不想说 咬我啊 你要是吧 你来的 什么样的态度 让百姓调解员如此震惊 什么呀 她太可怕了 面对孩子 作为母亲的她 始终冷漠一对 你会不会这样拉到手 我不认识她 我一看看你孩子手 可以拼你 百姓调解 妻子住进别人家 正在为您讲述 上节节目中我们讲到 在说到离婚原因的时候 阿霞提出了三个理由 但百姓调解员觉得 组建一个家庭不容易 更何况两个人 还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百姓调解员希望阿霞 能够看着孩子的份上 再重新考虑一下离婚的决定 我认识我孩子 既然我们给他生命了 我们要对他终身负责任 你现在等于对这个家 没有希望了 然后你可以站起来走人 你那一双儿女的 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 对不对 你母亲的责任哪里去了 你老公有错没有 她确实有错 但是她的错 归结起来 她是生活琐事 上不了纲 上不了线 但是你的错呢 你讲的那些理由都不能成立 对不对 你就拿那些理由 站不住脚的理由 来对叛你老公 对叛孩子们 对叛你这个家庭 你真的把婚姻视为儿戏 你是错的呀 我走也不过 我再走我也不过 你过不过 我那不过 面对百姓调解员的百般劝说 阿霞仍旧坚持离婚 看到阿霞这样坚决的态度 高书广表示 她同意离婚 于是双方开始商量起 离婚的相关事宜 阿霞对于孩子的冷漠 让百姓调解员有点寒心 同时母亲的百姓调解员 何老师认为 不管两个人的婚姻 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孩子都不应该成为 婚姻失败的受害者 真正的离婚了 你有探视权 你也有监护权 你是孩子的监护人 孩子监护人就两位 一位父亲一位母亲 我奉劝你不要再生了 你这是光生不养 太不负责任了 知道不知道 孩子跟着你太受罪了 太遭罪了 虽然知道了自己有孩子的 护养权和探视权 阿霞仍旧坚持放弃 对两个孩子的护养 于是双方开始商量起 孩子护养费的相关事情 在孩子护养费的问题上 双方又起争执 阿霞的态度让调解员不能理解 作为母亲的她 既然已经不能陪伴在孩子身边 她又为何不愿意出护养费呢 难道是她现在的男友不同意吗 她要拿一下 挣上来都给我 不管你几啥 她都给挣上去 我都给你挣上去 这个你多少钱 交给你多少 可能这一个月 这个一个月 真的一万多样 那你都不定义想了 你说你给这个人考验考验考 我拿着一万块钱 给我儿子一个人买一件棉袄 马上过年了 他同意同意 他叫我买 我不能买 那你为啥不跟你儿子同样 我拿一下别的 再还要 我一次年后别的 再冤决 她太可怕了 阿霞冷漠的态度 让人害怕 尽管婚姻已经几乎 没有挽回的可能 但我们仍旧希望 孩子不要受到 婚姻失败的牵连 可以有一个 尽可能美好的童年 看到这样的情况 警察和村干部 也上前劝说起阿霞 他现在就把对他老公了 转嫁到孩子身上了 这个消化儿 而且他别 这个优手自治绑在复原 对了 他那样想 这样的时候 从他学坏来 从他准备个人 这个消化儿 消化儿是自己人害的 你就是他验 一人就叫二 你也该给他 你听我说 你真的 刚才不是说我们批准 你真的不敢有那种想法 大家都说孩子是自己的好 自己的亲 对不对 那么你自己身上掉下来肉 咱不能说那些 很就冷漠的话 我不给他钱 我不管他 我也不给他买衣服 你自己穿着再光鲜 走到背后 你真的 如果你知道这个现状 人家真的 新娘股 你是合适 你知道的 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劝说 阿霞冰冷的心 终于开始融化 他表示 会就孩子抚养费的相关事宜 咨询过律师之后 给出一个合理的数额 并在现场 当即拿出100块钱 作为两个孩子的零花钱 你会不会这样拉拉手 我不认识他 你看看你孩子手 本应该正是在母亲面前撒娇的年纪 但无奈的是 两个孩子从此 却要遭受母爱的缺失